近日林萨瑞菲姆成员《中村一夜》出席品牌互动 现场《中村一夜》身着一身精致小黑群 对着镜头舔笑 似乎并没有受到什么恋爱风波的影响 昨日日媒《文春周刊》爆《中村一夜》与骨喝又大恋爱中 3月17日两人在高级烤肉店约会被媒体拍到 随后一起坐出租车离开 二人还在出租车上做出令人吃惊了行动 日媒表示《中村一夜》与骨喝又大于22年夏天开始交往 被公司发现后分手 随后嗨比方迅速发生辟谣恋爱传闻 交往不是事实 但两人确实作为朋友一起吃烤肉了 之后由于回家的路在一个方向 所以坐了一辆taxi 中村中途下车了 据悉南方是嗨比Libos Japan旗下男团 &Teeam成员骨喝又大 长相帅气 也有许多粉丝 至于二人的恋情是否属实